跟死亡患者不断的增加 现在医院已经变成战场了 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更是超出负荷 CNN记者直击 纽约有一间医院的急诊室 结果发现短短40分钟 就有4个人离世 而且医院紧急急救广播响不停 前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 心力交瘁 用灾难来形容纽约医院急诊室的情况 这绝对不是夸试法 医院内的紧急广播未曾间断 每想起一次都意味着 有患者出现生命危险 CNN记者直击 下周医学中心 院内收治近400名新冠肺炎患者 早已超出医院的正常负荷 有些患者前一秒还能好好说话 下一秒就得带上呼吸器急救 CNN记者在现场短短40分钟 就有6人心脏骤停 4人不幸离世 医护人员只能尽快包裹好遗体 进行全面消毒后 就要清除空间 因为还有其他病员被陆续送进医院 医护人员从早忙到晚 几乎没有一刻可以休息 在美国底特律更有一名照顾 或新冠肺炎患者的53岁护士 两度要求医院为他筛检 却遭院方以症状不严重拒绝 最后病死家中 随着美国疫情恶化 医院变成战场 医护身处险境的情况将不断上演 记者组合报道